再次感谢两位带来精彩表演 那么 下面即将要登场的这一位主理人 既是歌手 又是演员 他的舞龄也将近接近十四年 并且非常擅长这个中国风 那舞台交给你了 先生 我们现在是在了不起无数 第二季的排练厅里面 在准备我们开场的一个舞秀 好 我来 坐下 摸手 因为第一季的时候 已经展现了很多果风的一面 那我第二季也想展现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所以我选择了跟Rushka一起合作 也是对自己一个突破吧 期待第二季能跟更多不一样的舞者 然后接触更多不一样的舞种 然后一起创造出跟第一季不一样的舞台吧 期待 拜拜 来吧 Rush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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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Rush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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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帅 这看起来很轻松 其实好累 要做得很大 很帅 小小的身体 大大的力量 跟她的技巧结合在一起 非常的炫采奪墨 我特别佩服她 就是一直在尝试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舞种 我看到更多她的舞台是比较偏国风 然后第一次看到她能去尝试 这样比较有力量有能量的舞蹈 我觉得也是很厉害 我觉得陈骁太突破自己了 她的一个突然一下地 还要控制 啪啪啪再战甲 一个怀腿 连招再配合连招 这个难度太大了 30秒的时间 计时开始 很开心 第二季《了不起无社》 我还能在这个无社里面 然后希望这次能跟第一次 有更多不一样风格的舞台 然后就是请投票给我吧 谢谢 现场的221位评审 3 2 1 投票开始 好的 主题人杨诚琳老师 真的是有别于以前我们认识的陈骁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舞台 其实我是非常羡慕的 一方面是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HIP HOP 而且我喜欢女生跳HIP HOP 穿得很宽 但是很有力量 那是我认知的性感 所以刚刚我从头到尾 都觉得这是一支很性感的HIP HOP的舞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爱 HIP HOP 好的 那想问一下Rushka 你好大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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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大家 马晓 倒装去 我很高兴成是 我很高兴成是 夏肖 我认为她非常可爱 非常厉害 非常帅 非常了不起 真的 非常HIP HOP 那我们来问一下我冠军团的成员 韩宇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看陈骁挑战这一次跟Rushka这个合作舞台 HIP HOP 而且我觉得肖肖把能力 以及整个框架以及那个感觉 我觉得她都是挑战到了 我给肖肖最大的尊重 Kaka 棒 HIP HOP 好的 再次感谢两位带来精巧表演 好 那在我下面一个出场的是 我相信都跟我一样 应该大家都听过她的歌 让我们一起欢迎杨晨玲 看到肖肖是这样子的展现非常的意外 我想我就是尽力把我能够做到的做好 用这支舞做一个很属于我的自我介绍吧 当然还是希望自己可以多方面的去照顾到很多喜欢跳舞的朋友们以外 我也希望可以让自己更多的进步 有舞台可以让我享受舞蹈 然后可以享受一次舞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终于见到我的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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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笑老师 哈喽哈喽哈喽 其实我们已经练了几个小时了 练了 六七八 反正就是很累了 反正就是练到老伤 老的部分是我的年龄的部分 又老又有伤没错 但是很好的是今天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体的框架 要做的很流畅 坦白说很很不容易 就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它尽量完成最好吧 对 嗯 我们是有信心的 啊 谢谢 因为是什么 因为我有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没有想到你学动作学这么快 我只有这个优点啊 非常快 我唯一的优点就是学动作快 其他就没有了 那之后就是学细节也学快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遍一遍的提升它 就会更好 因为老师真的就是很用心啊 我觉得我可以感觉到非常值得的一次合作 希望大家期待咯 大家期待咯 大家期待咯 今天准备好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个 你的 太灶 ayud起来 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